这人手一根黑杆杆 这是在搞什么大动作呢 别紧张 这其实就是福州人的一点小爱好 带着甘蔗去登高 每年农历九月九 这福州人出门的手里边一定要紧紧的钻上一根甘蔗 你要问我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甘蔗 它一节一节的样子 蕴藏着福州人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就是节节高 步步高 家长带着孩子登高 这甘蔗就像被施了成长魔法 保留着孩子们快快长高 读书能够稳稳地高中 晚辈带着长辈去登高 手里边的甘蔗又有了长寿的魔力 期盼老人家日子过得安稳高兴健康长寿 这份对于高的愿望呢 就寄托在甜甜的甘蔗上传承了上千年 你看这福州大小的山头之上 就没有一块是空闲的地儿 全都让欢快的人们带着甘蔗给占卜了 重阳节呢 在现代被赋予了敬老爱老的使命 您别说啊 其实相比于读书赚钱 福建人在敬老上也不慌多让 相传在这个永泰县有一个叫陈骏的人 史书上记载他呢 有444岁的高岭啊 随着年龄增长 他这个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村民们为了方便照顾 就主动编织了一个大号的菜篮子 轮流地供养着他 每天陪他谈谈天说说话 经常带他出门 要看一看风景啊 所有人都把他奉为长辈 被大家尊为菜篮宫 后人呢还修起了庙 把他供奉起来 话说回到这个重阳登高 您抬头看 这个时候漫天的纸鸣 让天空也变得五彩斑斓起来 年轻人拉着线 孩子们在追着跑 长辈呢都在抬头看 怪不得古人说这个 看敏帝放纸鸣的盛况 说纸鸣跋扈干云霄 我欲成风不万里 其实这个放纸鸣啊 还真不是纸图一顿 在福州呢 因为这个纸鸣的发音 跟福州话中 栽殃相近 所以呢 放纸鸣也有了 驱栽避祸的内涵 你再看这个孩子们手中 拿着的九重果 在福建也是各有各的做法 在建宁呢 这个米被染上五色之后 打为米糕互相馈赠 在霞幅呢 人们加上红糖 那就是甜糕 再加上咸肉呢 那就变成了咸糕 在福州制作方法差不多 不变 但是插上一个小红旗 你看这也算是一个地方特色 秋高气爽 佳节又重阳 这份专属的福建办手礼 请您务必收下 福子旁边六张口 我是华儿 你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